安全 疫情管制微解封 东海岸北维归县陆系出现一些停车 上厕所打卡拍照的游客 实地坪也有零星的车辆游客进入 管制人员仍要求民众遵守防疫规范 全程戴口罩 实领制量体温等等 有东莞处管辖的实地坪、八仙洞、三仙台等 7处游击器根据统计13-14号 共有1115名游客入园 车流游客量并未爆量 而原本就有设置检疫站的 长冰江、永福、南珠湖、达曼部落等 仍然持续进行防疫措施 只要进入部落的车辆都会被挡下 并进行消毒、食粘制、量体温 也禁止外人进入 希望保护部落族人安全 这里还是个资源医疗都不足 所以主要是因为部落的人都是老人家 万一确诊整个部落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还是保护我们部落的人 为了管制人潮 东海岸各风景区、油漆区停车位 特别降载到40% 部落也希望游客不要随意进入部落 尊重部落的防疫措施 原始新闻发布了花莲丰冰台东长冰采访报导 所加入院延�א 内部落人